疑似疲劳驾驶人酿货 宜兰有一名男子昨天晚间疑似是疲劳驾驶上路 通过路口时车子突然失控 高速冲向了路旁加油站旁边的花圃就卡在上头 就连标志感也被撞到连根拔起 车上除了夫妻俩还有一名一岁多的小朋友 还好只有肇事驾驶受到轻伤 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路口所有车辆依序左转 但这台白色轿车却直直往前开 下一秒没有减速 只冲向加油站与洗车场间的花圃 右前轮因此卡在上头动弹不得 警消货报前往救援 车祸现场一片凌乱 花圃石砖掉落 一旁的标志感也被撞到连根拔起 加油站方向传出巨大声响 附近民众全都吓坏 事发在四号晚间六点多 宜兰罗东一间加油站 造势的陈兴男子疑似疲劳上路 通过路口时车辆失控冲撞加油站花圃 巨大的撞击力 车上的安全气囊爆开 自己受了轻伤 同车的太太和一岁狗小孩 则吓到惊魂未定 陈兴民众驾驶自小客车 不慎自撞到对面的加油站旁边的花圃 车内安全气囊爆开 造成这名诚信驾驶脸部受伤 车内的拇指没有受伤 索性驾驶松衣治疗后没有大碍 只是轿车怎么会突然失控冲撞花圃 肇事原因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得宜兰政府报道